年近岁晚,加上本港第五波疫情严峻,楼市无可避免受到影响,不少买家及业主陆续放慢步伐,甚至提早收勾。楼市气氛转淡,江湖山庄三房业主持货二三年,至半年前将单位放售。 前后累减两成,成交赤价失手万元关口,江湖山庄赤价跌穿万元中原地产黄海表示,疫情升温下,不少业主态度软化,吸引买家趁平吸纳优质盘。 分行新近速成交湖山庄美湖居8座中层D室成交,实用面积540平方尺,三房间价,据知,单位去年中放盘价为650万元,期间多次降价,最终累减134万元或百分之21。 以516万元沽出,实用赤价9556元,代理指,上指江湖山庄单位装修企理,景致开阳,可跳湿地公园及深圳,买家为上车客,建单位据质素,赤价不用1万元,被吸引下即体即买。 原业主则于1998年10月以169.3万元一手购入单位。 持货予二三年沽出,账面获利346.7万元或两倍。 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表示。 过去周末十大屋苑交投紧跌百分之十,表现不算太差,买家入市意欲仍高,仍有不少买家积极趁疫情沉迷顺盘。 只要业主肯让步减价,成功售出的机会亦大,现时楼市基本面不错,走势则要视乎疫情的发展。 根据中原地产十大屋苑本周末六得九宗成交,较上周末减少一宗或百分之十,零成交屋苑增加至五个。 成交集中于新界区,共六宗成交。 九龙区六得两宗,港岛区六得一宗。 港岛区方面,中原地产太古城区高级区域营业董事张光耀表示。 疫情肆虐下,太古城大部分业主肯减价。 刺激成交表现不俗。 过去周末六得一宗成交。 按周表现持平。 最新成交为徐宫各高层医室。 实用面积747平方尺。 建筑面积843平方尺。 三房套房间格。 望原景。 景观开扬。 新近以1640万元沽出。 折合实用尺价21954元。 买家为用家。 原业主于1981年以75万元买入单位。 现沽出单位。 账面获利1565万元。 单位期内升值21倍。 屋苑本月累64宗成交。 与上月传月19宗成交比。 差距不算太大。 现时业主普遍愿提供3-5%以价空间。 九龙区方面。 中原西九龙美肤曼士达第三分行赴分区营业经理冯建平表示。 过去周末美肤新村未有六得成交。 看楼人流液减少。 主要是因为长沙环影足本周六首轮开售。 吸走不少购买力。 令因近日疫情一发不可收拾。 市民违避疫减少外出。 加上岁晚张志。 不少买家及业主索性提早收勾。 本周末美肤新村市况明显转淡。 新界区方面。 中原地产沙田第一城分区营业经理侯惠良表示。 沙田第一城本周末六得两宗成交。 较上星期减少一宗或33%。 中原最新促城屋苑50座高层F室成交。 建筑面积395平方尺。 实用面积284平方尺。 两房间隔。 成交价558万元。 实用平均尺价19648元。